好,歡迎回到第二隻的《動漫無雙》,我們繼續這個舊番的回顧 講完一套很理想的作品 講了一套... 做什麼是這樣的? 沒有啊,叫真央的那個人不在 哈哈哈哈,Dark Frame Master 我們要講一套,就是中央的《也要探戀愛》 就是《京都動畫》製作的 《班底》都是《莉莉》那些人 總之這一套比較特別的 這一套本身是... 京都大概這兩年都有的 我記得今年都有的 2012年都有搞過一個招募劇本的比賽 因為京都想開始開拓原創動畫的路線 但他發現自己自家的創作力比較弱 他正宗... 比較好的地方都是做改編的 所以這次就是招募劇本 第一屆的時候就招募劇本 他最理想的劇本是拿大獎的 但是開始出小說的幫過劇本 最後就拿回這本小說來改編 不過這套動畫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雖然它是... 驚訝來出的小說 有興小說的設定 我當然在這裡叫做改編作 但其實很多東西都已經原創了 已經是... 所以叫做半原創 我會這樣講 他自己拿劇本回來招募 再出小說再改編 我們都猜... 如果有看過原創的人 都知道就是他 剛才好像阿鏡花所講 他就是半原創了某些東西 對啦 我們新翻的時候講的一樣 一個即將要脫離中耳病 一個中耳病中 一個已經脫離 一個已經不移 一個即將進入 他這次原創真的用了這一招 很正常阿 齊齊齊齊 沒錯阿 這個筋都不是第一次用的了 就是... 我自己... 今年... 之前2012年 都有一套動畫 《人類衰女之後》 那個作者田中羅墨歐寫過一本 即將劇場版動畫化的小說 叫做Aura 光龍院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Aura 總之那套東西 都是講這個題材 不過比較偏向是... 講青少年的成長 一些社交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就是你來提 我只是想講這個故事題材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講的 看看是怎樣發展的 那這套是怎樣的呢 我們就不講... 小說那裡我們就提一提 主要都是《以同我為主》 我們都是那一句 就是他完成了 總之他... 用了他的方式 原創了原創結局出來 OK的 當然我們之前都講過 看這套東西 只有三... 三類人 就是... 最終我講的 我這套東西真的非你看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頂得心 你有沒有成長為進入了一種意病 蛤? 我是完全out of this range的人 你畢業了 哈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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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故事... 其實呢 我最終你說整個故事那個 我覺得這個詞入點是很詭異的 其實是 最終帶出來的主題 就是《綠花》 為什麼要殺終意病 原因我覺得是 我可能不能夠接受 其實我可能不接受 對 就跟他罵他有關 就是說 你說他變成一個殺人犯 他自閉 自己的精神出現問題 他成為... 即是他性格完全不同了 拿回去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 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想問他成為了中二病能夠接受了些什麼呢? 這個精神並未太可愛了 這個反而是逃避的一種 中二病本身就是有少少逃避現實的傾向 將幻想套進現實代替現實的感覺 但應該這樣說 如果故事是想說這件事 我覺得他中二病的取向是否應該拉近近的主題 這件事變成像是男女主角拍拖 繼續講講過去 這件事也切回一個題目 他始終中二病以外有個談戀愛 中二病也要談戀愛 又在宣揚戀愛的精神 這件事實在是 那個格局給我感覺 我自己都沒有看完 一開始是他有很多女主角 有個男主角 他就把題材放進去 然後可以做一些校園劇 都未必是後宮劇 因為他都很明顯 選定了誰 後宮不起來 校園劇 青春劇 題材 誰的中二病給我感覺 他不會放很多時間去描述一個中二病 真的心態 而是比較一個題材 他中二病反而集中在前面 後面反而這件事已經笑了 我會覺得就是那個中二病 好像剛才鏡媽所說的 很表面 很多東西都是 其實跟故事沒有關係 他是在故事章節的孔位 搞一些中二東西出來 等你笑話 然後有些話題性 到說件事的時候 那個人是很正經的 他不會用任何中二病 或者說一句話題 你不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喜歡病上腦了 他只不過是在輕鬆小混色 突然間搞笑 看你笑不笑得起 或者你覺得他的動作是傻不傻的 但是我覺得 這樣的 這些我們新翻的時候都說過 做第一次第二次或者OK 第二 但是開始做第三、四次的 開始有點悶 角色的素組 和他的角色是分離的 你會覺得是 這件事是 我覺得 我看這套東西 我看著喜歡 我覺得很悶 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來來去去都是Dead Master 來來去去都是邪惡神明 你有沒有其他設定 你沒有 你每個人都不停地 我看著這句話 我真的當你是喜歡病 但對一個觀眾來說 我會覺得你沒有辦法 從事業上來說 這些是有三筆 他只是找一些題材出來 大家可以很容易記得 這套怎麼樣 那時候就算了 你如果計算的 內亞子那類型 其實側近都像他的 不過你說他不是擺明說喜歡病 而且他不是說那些 但起碼他有時候 他不是說那些後期 他後期都是loop的 但跟他初期一樣 他都有很多變化 你知道他喜歡什麼 那中二病都是一套 模仿對象 他都是一件事 不過他自我設定的意思 自我感覺良好 ok fun 但不要經常這樣loop 我覺得 很悶 我覺得是 還有我覺得 綠化的角色 尤其是綠化的角色 他前面喜歡 後面就變成正常 那個轉變 我覺得 是 剛剛 是 一下子 一晚 完全轉變了 沒有了一些 中間很尷尬的位置 譬如說 我轉變回現實 但 他做不到 有些 某些情況下 我就做一些 中二東西出來 那些 那個過程就沒有了 即個心態一蚊就是了 對 一蚊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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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是一個正常人 我覺得這件事 轉變得比較奇怪 因為他 這件事 都是說 在一個本身 這樣的故事套路裡面 即是 本身他加起來 就是他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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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大人是誰 心大人 心下 心下 即是 特意把他 他已經是一個 已畢業的 中二病患者 他 開流 本來是說 想回一些 他又沒有用 原作的設定 就是 想去扭轉 這些人 是否幫他們畢業 如果原作來說 他根本不是中二病 是的 這個是動畫版家的設定 他進去是想 把這群人打醒 打念 打醒他們 即是非常正義 還是什麼 道德 都不是 但 到現在 他把戰定說 他要搶回 他自己 當年的 手稿 當年寫下來的 總之 他喜歡的正緒 向特首 對 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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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最終 原本的故事 都可以 你可以說 那群人做些喜歡的事 然後 由阿 心下去 處理 本身我覺得 可能作品的套路 都會這樣 其實我沒有看過 即是變成一個套路 即是變成一個普通人 如何幫助一些忠義病 但沒有對比 其實 你看到的 深蟹進來之後 只是一個炒炒鬧鬧的角色 他也幫不了什麼 而 特首的角色就更加搞笑 我覺得 他出來為什麼 賣額頭 我真是不知道這個角色 其實出來做什麼 他 純粹告訴你 只是告訴你 讓你知道 就是深蟹以前 都是一個忠義病之外 他的功用是什麼 即是說 我是綠花的仆人 我又不見得他很了解綠花 即是你說 如果在那個之後 他爸爸死了之後 那些之類 是由 特首 去 透回給他聽的 OK 我當你的角色都有用 但這傢伙真的沒用 我感覺就是 如果原著小說 要怎麼治忠義病 我至少會 扣 緊扣到一個題子 即是 你第一個主題 就是講忠義病 當然是講一個正常人 和忠義病之後 衝突 你講什麼 如果你去到這麼威威威的情況之下 那忠義病 就慘戀愛得回 每個 每個就是 只要一貼上去 就好像中了毒 每個都覺得 然後就灑忠義 灑白痴 或者對這件事 我接受了 其實你繼續灑 我OK的了 我有抗性 這樣 我看下去 這套 我看不到 什麼是忠義病 什麼不是忠義病 因為所有人都變了忠義病 對 當所有人都是那件事 那件事就不是一件特別的事 而整套作品裡面 就是告訴你 我知道了 沒有一個正常 而每個人都覺得這件事 沒有什麼問題 偶然叫做 男主角 突然做一個姿勢 就是說 很醜 但我沒有感覺 不好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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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著 你說 去到說 是 嗯 因為 綠花 為何要去灑忠義 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爸爸 死了 他接受不了 逃避 逃避 然後 剛剛 就有個對象 在下面 他不斷在耍忠義 他覺得 OK 這件事 又好像 真的逃避到 又好像OK 感覺良好 那就嘗試裝 但是 我覺得 很搞笑 你看到這傢伙忠義 你覺得這樣 是一個逃避的方法 我真的 不好意思 我真的想不到 我 不要說代入 我 我理想不到這件事 不好意思 理解不能 理解不能 可能我真的不是喜歡 我只能夠說 他都很諷刺 這件事 我看見那傢伙忠義 你逃避得很開心 那我就去逃避 那你怎麼看那傢伙 就心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件事是 很諷刺 其實你都覺得 那件事不是很好 但你是這樣做 他的眼中 只有開心 而這件事 做得更加不可以 就是 綠花根本是沒有心理描寫的 即是他 叫做什麼呢 之前 他姐 不斷說 照顧他 又不理他 然後兩姐妹基本上 沒有什麼交流 然後靠男主角 幫我照顧一下他 然後就算 什麼都不說 那OK 我當你開頭OK 因為你不生 不熟悉這傢伙都不知道什麼 不過當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算不知道這傢伙什麼 他都說 那你跟他做朋友 OK 這傢伙都不可以 這傢伙都不可以 十花和綠花 都不可以 因為十花已經是 不過要很久了 我不知道 他就要找男主角 用一些喜歡 然後 去到中間 那個人就說 綠花 開始喜歡了 然後 喜歡了之後 然後 突然 他姐姐 就 開始 有些報紙 就說 我帶你走 我要什麼 然後 跟 帶他回去 等等 我跟 跟他 跟他 老爸 好像沒有關係 然後 突然 要他 勸 要 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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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 斷空一截 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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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是一來綠花完全不聽她說 那可能是覺得綠花作為一個她喜歡對象 可能會比較聽你講話 比較容易去跟綠花講 我的感覺就是 剛才算人這樣說 雖然我沒有看 但我的感覺就是那個危機位是硬弄出來的 就是形象一件事好像要將那件事了結 好像說一次過就把什麼喜歡病那樣東西 然後就是因為 你想起一個理據就是 因為綠花喜歡容泰 容泰跟著跟她說 你接受現實啦 你別那麼喜歡啦 你接受現實啦 你爸爸死了啦 然後她說 那我放在她喜歡病 然後我回去咯 接著 綠花小姐好像是因為她接受不到 她說完全看不到這個爭執在裡面 未免太簡單 未免太簡單 如果是這樣 她根本是不需要看忠義病 那不就忠義病 在頭緣內 這件事就是戀愛性在一切 她就是因為忠義病才認識到男主角 你也喜歡 那跟她 因為現在最終就是 她扯到這件事其實 其實是離題的 她是因為綠花接受不到她老爸死了 最後的主題是 最後她說 因為 最後她說 我接受了 然後她說繼續跟她拍拖 那就是有戀愛 即是沒有釋懷到她老爸這件事 你想清楚這件事 她老爸死和她談戀愛是兩回事 就算一人結婚了 她的心理陰影和她結婚是沒有關係的 她是要解決這件事 我只能夠一個人 本來跟爸爸死了 心理陰影 但一結戀愛 就令她沖淡了 她是不孝子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能夠這樣 我真的不能夠這樣說 如果做到這麼無稽的時候 實在有點容易 我只能夠給出一個這麼荒謬的結論 但真的這麼荒謬 所以你更加說的是其他角色 然後 很划算 她說六花 即是說我接受現實 接著就跟特西哥說 你都不要那麼喜歡 哈哈 接著這傢伙過了一晚之後 他真的說 我不玩喜歡 這樣 我真的說 你這些傢伙沒有堅持 即是他們一開始就說 你每個人跟他們說 我都是照樣做 即是他們本身 你沒有什麼大事大非 你不是死人的 你不會改變的 你不會無緣無故 即是很可憐 那一說完之後就說 那你說叫我出來喜歡 那我就出來喜歡 那套東西他覺得 你現在有什麼意思 你這麼簡單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 那套東西 三頁完結了 第一頁 三頁第二頁 我們說 你不要那麼喜歡 第三頁 聽話 那我跟你拍拖了 完 搞定了 四格故事 應該是一個 是內人尋尾 應該叫做 應該叫做 已經贏了 要怎麼做這麼多集呢 所以鬼斤鬥大 其實他那個所謂的中二病 就被我這樣 其實真的好 找一些賣點出來 他會不會因為他發揮不到 劇情出來呢 如果他原作真的有想認真對待中二的議題去說 真的有改變 我覺得都未必需要說 他很認真去對待中二的議題 因為他叫做什麼呢 你很簡單的 你綠花是叫做什麼 一個有中二病的人 他怎麼去談戀愛 其實是說這件事 就是說 他用一些很喜歡的方法 就是說 他的思考就是 他想到 驚天地一鬼城的愛情 究竟是怎麼做出來 你玩這些 那就算了 大家笑得開心 我不會判斷你 我只是說 原來一個喜歡病的人 他的思維模式就是這樣的 你用誇張手法都OK 我接受 但是你不要突然間 說 說一段親情出來 我感覺上 京都又想做些 感動位 好像棋案 之前做的那些 我覺得你說 雖然很多人 不太同意我這樣 我這樣比例 但我覺得說 一個龍與虎的故事 就是龍與虎 他都是 扔了一些家庭的東西 但是人家扔得高招 人家是順序的故事 就是 這個角色為什麼會 這麼霸道 為什麼會這麼 那些什麼 他慢慢滲出來 他認作 這個角色 因為經歷了些什麼 而變成這樣 這個是心結 這個是鋪排 而且他在說 龍兒去做那件事 真的令他解開心結 然後他對他有信任 當然加上愛情元素 在裡面 然後就說 我協助你一起去做某件事 那件事 你相信 但現在這件事就是 有愛之先 不是 我用回 很簡單再說一次 就是 十花拜託 勇太 去照顧他的妹 他在照顧的途中 六花喜歡了勇太 然後十花跟他說 叫他脫離忠義病 接受這個爸爸死了的現實 然後勇太跟他說 你脫離忠義病 接受現實 而之後 六花脫離忠義病 然後順帶再跟特首說 你都長大了 你都要脫離忠義病了 挺好的故事 剛剛我計算過 一分鐘裡面 差不多講完了 已經 然後解決了心結 然後大全員忠誠 阿里陀佛 善哉善哉 唉 真是 我只能這樣說 整個故事看完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這套東西 好像是 看上去的感覺 好像很受外界歡迎 當然我覺得這些是京都 一向的 商業上的成功 他這方面也很拿手 但我只能說 不是 我覺得有幕 雖然說劇情 剛才說到 剛才說到 這麼懶 但後面有幾度 都這麼壞 做出來 比如說有一部 在火車站 然後勇太 送了綠花 乘火車 然後特首追上來 然後說 你幹嘛弄到綠花這樣 脫離了忠義 那段 我覺得是OK的 他變成 一個擁有忠義病的綠花 他不再擁有忠義病的時候 他究竟是不是還有綠花 好像有一點點 你可以這樣說 我只能說你可以這樣說 我感覺上 有些是他想做到的 感動圍出來 不過那一幕是我覺得OK的 我看很多人都會說 例如 動畫嘗試過表達這些idea 但他有沒有真的去到 可能我看就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那一幕OK 但你總觀整個故事 我也是覺得不行 我看到有些人都會 對忠義病有些思考 所謂忠義病 其實是怎樣的東西 忠義病對忠義病有思考 很簡單的東西 當一個人沒有了他 原本擁有的特質的時候 他還是他呢 但你 老實說 你為什麼要用忠義病這個主題 這樣解釋 那沒有解釋 他這裏也是這樣 當一個人不聶旗之後 他還是不是他 這個故事都可以 當無邪不再有錢的時候 還是不是無邪呢 對 一樣可以的 多樹靈 多樹靈 根層之後就是樹靈 你用那個主題是有原因的 正如我經常都舉個例子 魔界不一定是魔界的 魔招也不行 魔招也不行 都未必不行 但魔界的戒指是有意思的 他不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什麼都可以 你用這個主題 其實是因為你對這個主題 有些東西想發揮給別人聽 不是這件事 是一個共通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可以帶進去 如果是你 這個不是主題 其實這件事 那種感覺是他喜歡什麼 就代了什麼 鍾義兵喜歡什麼 就是他想創造了那種潮流 鍾義兵是不是他喜歡 他不是他做 這件事都很常說的 但當他做了出來 做了一個風潮出來 帶動到那一刻就很成功 但自己比較無力的感覺 就是當他有一個議題出來 就是用愛情填失了 就非常無力 這件事就會變成 所以我感覺 這件事我也是跟新番的時候 這麼說 三類人看 你看第一集你接受到 你看下去 但如果你對一個故事 基本上有一個骨幹 你有少少要求的話 哪怕你真的想看一個愛情故事 我也不建議你去看這套 因為我感覺不到有戀愛的感覺 其實是 它是突然之間 很多東西都是很順利成真 突然之間我做了一個劇情出來給你看 然後突然之間 我再告訴你 就是這樣解決了 你這麼感動 OK OK 這樣 嗯 我接受不了這件事 所以這套的感覺給我 我覺得今季來說 是屬於差勁的 聽起來有些訊息 始終 我比較喜歡《賓果》 經到上一套 對了 我也喜歡《賓果》 回應就是 我記得我們在blog上也有人說 老實說我是喜歡《賓果》的 口論裡面我也是很支持《賓果》的 其實我也是 而它這樣改編 你看到 我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跟團隊做的關係 是跟團隊做的 的確是 你《賓果》 人物描寫 OK 完全OK 你說是差勁 看你喜不喜歡它 但《賓果》又輕少說 他也有輕少說 他也有輕少說 改編 他這樣說 一個是原創 一個沒有原創 你本身《賓果》 也是基於基於一本小說 你只可以說 他改編完 不可以 他原創完不可以 我為什麼我這麼著重 改編到原創 因為《賓果》 他《賓果》 是拿個膽出來 然後自己寫自己劇情 《賓果》是真的 改編那個小說本身的東西 可以純粹拿了 gimmick 其實真的 你講真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強調 就是 我覺得中耳病 是一個很商業傳包容 來的 OP 有個轉手指動作 那些東西 很紅的 這些東西 有一些 gimmick上的題材 中耳病 很紅的 碰到一些聲優 碰到一個歌手 這就算了 《賓果》但是不是 《賓果》你商業性成功 但你有藝術性的 不要藝術性 我也不會用藝術性的字 用到這個 質素上的balance 至少你 我會比較喜歡這一種 尚未知 因為這套東西真的好純粹 我覺得很難比 《賓果》跟這套東西 完全是質素都不一樣 尤其當《賓果》的作者 也有分享得了 那時候 可能是一件事 不是 你老實說 本身 我對京都動畫的 改編評價其實是高的 因為很多時候 它是拿捏到 那樣東西的重點 去改編 但這次我不知道 他拿了什麼 改編 好像再一次證明了 原創真的很失敗 某程度上來說 某程度上來說 是的 我不會說他創作三七 因為你始終創作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 由沒有到有 當然這類人 會被說 這是天才來的 有類人 就是 他也是設計 但他是組合式 他知道什麼加什麼 產生出來的化妝 是好的 你可以說 我之前見過這些 但你會不會把這些 放在一起 而我覺得京都 是會把不同的東西 放在一起 產生一個漂亮的化妝 即是 他要的 他是要了美 或者是 他要一些素材 就算原本 一般的 他都可以 把它打高一線 但我感覺就是 他自家的東西 可能就真的 弱了些了 這方面 可能真的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下一季有一套 講這個 聲點街萬頭少女 一直會說野雞 那些 聊到原創動畫 又看看怎樣到時候 對 一個K-On 有了原創的班底去做 今次真的是原創 會說野雞 對 不過是文系 有一點治療的感覺 很少 在動畫裡面 甚麼人都可以說話 一匹屎都可以說話 你沒見過嗎 都對 所以 京都的原創之路 怎麼走下去 我們繼續看 這次可能就 慢慢地看看下一套 會怎樣 我們這次去到這裡 我們 最後一節 再講完最後一套 最後一節 再講完最後一套 最後一節 再講完最後一套 最後一節 最後一一節 再講完最後一套